花400元的孕费买200元的葡萄 这是台商在江苏淮安地造的成果 采用自然农法天然的绿肥和生物防治 加上果子全都是在果树上玩熟才采摘 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不但民众慕名而来 还有人不惜花大把的孕费 也要台商把葡萄空运宅配到北京 这葡萄光是包装就很不一样 一米多摔下来它都不会坏的 怎么摔葡萄还是立地完整 200块钱的葡萄 运费要400块 他们要寄到北京去 就算运备是水果价格了两倍 还是要打包空运北京 让人很好奇是什么样的葡萄 这么吸引人 超过20种葡萄品种 节食累累 粒粒饱满 吸引附近民众西家带卷前来尝鲜 这边的比较新鲜嘛 因为买在街上的就没那么新鲜 所以说到这边反正有劲嘛 可以经常来采采 小朋友摘了就直接往嘴巴里塞 因为这些葡萄都经过官方认证 是有机产品 不用担心农药残留 这里边毕竟还比较干净 而且你看灰尘也没有 直接造起来的 陈一红的葡萄从去年开始量产 很快就在淮安闯出名号 因为一开始就计划为观光果园 整地的时候在果树下 铺上了大量的天然玉肥打底 接着采取有机种植 特别是葡萄 果子都在树上自然玩熟 口感特别甜脆扎实 我们为了减少像来年的病虫害 我们这所有的像这个树皮 这葡萄树的皮 冬天我们会全部都把它这样子扒掉 这样子呢 它冬季像会一些虫卵 就不会在这个树上约冬 利用淮安冬季零度以下的低温 来扑面害虫 平时则是以生物防治法 像是棚架外一整排冬青树 就是为了要吸引葡萄的害虫 红蜘蛛的天敌气息 我们缺蛋 我们里面去种一些豆类的 然后我们现在缺铁 然后我们在这个植物旁边 那个树上 然后我们绑上铁丝 保证它的有机天然 因为没有农药 一些长得比较不好看的水果 收集起来 全部都成为农场里 放山鸡的饲料 吃水果的鸡 你看我们草莓季节 就给它吃草莓 就到什么季节 反正有不好的水果 就给它们吃 这些吃水果的鸡 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特别健康 这样生产出来的鸡蛋 就算比市价贵上一倍 依然抢手 为了增加农产品的多样性 还开发了周边商品 新鲜的葡萄直接熬煮 趁热装瓶 标榜付加防腐器的果酱 还有葡萄原汁 葡萄酒等等伴手礼 以有机打出名号 每到假日 就吸引一车又一车的观光客 前来排队彩果 淮安位在江苏省中北部 靠近连云港 台商看中了这里的地理优势 让台湾的精致农业 在对岸大放异彩 这一号生是全亚洲最大的 兰花种植基地 光是一年的生产量 就超过了500万盆 这一款来自台湾的 V3白色蝴蝶兰 切花卖到日本 一只至少40块人民币 大约是200块台币 在日本的兰花市占率 超过一成三 未来更有信心 达到五成市占 这花瓣旁边有点皱褶 这样出口日本的 就达不到它的标准 要每一朵花瓣 又大又饱满 然后花旗各方面 整个状态都要最好的 确保品质是站稳 日本市场的第一步 从育苗开始 每个步骤都不能马虎 发霉了 对不容易 我们马虎就给它生药了 健康的兰花苗 才能长出合乎标准的兰花 虽然身为老板娘 王平方得亲自把关 而为了维持出货稳定 种植的环境 湿度温度都要严格控制 高过42度之内 它马上就叫了 我们马上就有手机 它电话就打过来了 就说你601 这个棚的温度已经高了 机器24小时监控温湿度 确保兰花品质稳定 量率超过7成以上 也因此一年四季都有鲜花 可以出货 低过苗床以下了就要 高过苗床就不要过去 好吧 然后那个长一点的 亲自开货车到淮安来抢货 因为一进入秋季 各地的兰花都缺 再远也要来买 来回得超过14个小时 一个月起码得跑好几趟 而台商的兰花市场 不只在华人圈 更遍及欧美 这个全都是出荷兰 对 除了荷兰还有美国 反正卫国人就喜欢 这种菜颜色的话 中国人喜欢大红的 日本人喜欢配颜色的 在大陆 农业用电价格相对优惠 加上淮安人工便宜 这样一盆大约十几块人民币 45块台币的花苗 成为攻占欧美市场的主力 也让台湾引进的兰花品种 在淮安开枝散叶 每年替台商 缔造超过2.5亿台币的业绩